我们上次已经大致上将原装法师一身的大概 就已经交代了和各方面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真正去读一读他的传记 这个就是慰勒法师主要是去写的 原装法师的传 这个艳虫是会再做一个补充 至于年份方面大家记住 有些是用600年有些是用602年的 现在我用的资料 那个法师的编赠就是用602年 但有时大家读到内文 就可能会出入有两年的时间 如果两年的时间即是说 原本可能跟这个资料讲都未定 所以大家要分一分它 他的家世我们讲了 还有就是原装法师很小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早熟 看他的情况 但他大约十岁的时候 他爸爸就过世了 他妈妈也是先去爸爸去世的 所以他就在十岁那一年跟了二哥 他也是出家的叫长哲法师 就在东都乐阳这个正土寺 就学习这些这样的经业 经业就是佛学的知识 即是说他大约可能是十岁至十一岁 就已经开始读经了 很小过已经读经 通常这么小过都有兴趣读经 可能他以前都是读过的了 多数 不然都不会在这个年纪会有兴趣 所以读经跟年龄是没有什么一定直接的关系 一般来说 个人成熟一点 已经有各方面的知识 齐备 读经应该是容易入手的 但这个年龄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有些好像很小过都已经可以读经 不一定是年纪大才可以读经 年纪小都可以 我们看袁装法师就见到他 这么小过都已经读经了 好了 外义 外义即是没有多久呢 那个时候大叶 即是徐阳帝的时候 袁装法师大概十三岁 那时候朝廷就有个命令 斥即是斥令 就等落阳道二七真 道真是古代 尤其是南北朝和徐唐的时候 那个出家人是有一个限额的 就是由朝廷给个名额 譬如每年度多少个真人出家 或者有时不一定每年都有 是那些喜庆国家有大事或者喜庆的事 才可以剃道出家 因为道真 在这个制度之下的道真 是朝廷要负担 那些出家人的修行各方面的生活的需要 甚至是给他们田地 他们收租 或者供养他们的生活 如果是那些人出家 是对国家的经济影响很大 第一他又不用服兵役 不用交税 还有朝廷要给田去种 或者去收租 所以那个负担很重 在那个年代道真不容易 而且是要通过考试去考核 他有一个有相当的佛学知识 还有这方面他的品格各方面都不错 那才可以批准他出家 就不是后期 有寺院有师傅愿修理就可以出家 但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不是朝廷供给了 如果到普遍可以出家的时候 通常就已经是寺院重臨自己 要负担自己出家 修行的各种经费资源等等的东西 那我们要知道年代不同 那个出家的制度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是朝廷给限额 每年要度多少针 那时候度二七针 二七这个字 究竟应该是怎样计呢 很多人的计法是不同的 有些人就这样看 是吧 二七个 但是其实二七很多时候 大部份的古文就是 两个七的意思 就是十四 七加七 这个就是说十四个 是吧 如果这样计法 如果这样看就是二七个 所以有些现代的翻页本 有些就用二十七的 但是我跟回大部份的那些股民 都是多数用这种计法 那我估计应该是十四个 这个不定的 不过也都不是很重要的 二十四个 二十七个 还是十四个都不重要 好了 业优者 就是当时在这个经业方面 已经是很优秀的 有成几百个 数百个这样多 就是说有资格 可以出家 有资格可以经过这个考试 希望出家的人 当时报考的人 有成几百个这样多 但是法师 就是以年幼 当时法师很小 十三 如果他十三岁的时候 是不是很小 一来很小 而且也是读得有限 只有三年 虽然他很聪明 都不是说读很多的经 三年之中 所以年幼不遇取限 就是说他不够资格 入一个机构去考试 但他虽然没有资格去考试 但他见到别人考试 就很羡慕 所以就是 站向这个公门之质 即是考试 那个官署 那边一直在流年徘徊 即是很恨 希望自己都能有 有朝一日可以进去考试 然后出家 当时就有一个私人 就是大理卿 他的官职是大理卿 大理卿以前古代 就是掌管刑罚的官署 是司法机关 但在这里 他又包括了 那个考试方面 这个主理这个考试 那个考官 就叫做郑善果 这个人因为 道元庄法师出家 所以这个在历史上出名 至于行葬那边 他就说这个是郑善 有另一个名字 但一般都知道 应该是郑善果 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就是有知事之鑑 即是鑑别人才的那种眼光 他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人才 有些人很厉害看这些 很厉害看就知道 你是一个平庸的人 还是一个特别的 所以他能够知道 哪些是言德 或者是愿昧的人 他很善于看相 其实我们一般是 鑑别 他的相貌 和他的知识 见到元庄法师 一见就觉得 这个人很奇怪 这个弟弟 见而其之 就问他 你是哪一家的后代 只为谁家 那就答以示族 元庄法师回答他的示族 为什么答以示族 如果一般我们现在问人 你是哪位 就这样说名字 很简单 古代不是 古代是要说自己的示族 即是他的家世 而且通常要报三代 报三代人是根据你 你的父亲祖父 真祖父 他们的背景 都大约知道 如果你是名门世家 一定的培训是不错的 就好像现在我们人 为什么父母经常要执 那些孩子要入名校 名校的训练是不同的 名门世家训练也是不同的 和一般 一知道他就知道他 这个小孩一定是 家庭的教育或教养 应该是一定不错的 现在我们的人 可能连三代是什么 都未必清楚 现在很少去留意 一些示族方面的东西 古代不是 古代很重视这方面 即是心里有数 第一看他的上貌很特别 第二就是他的家世 不是一般小孩的家世 所以就问他 在这里不舍得走 是不是想求道 是不是想出家 他说是 不过但以习近业微 不蒙比喻 习近的意思就是经业的训练 不是很久 近就是说不是很久 只有三年左右 业微 即是工业 在这方面 对佛学的知识方面 仍然不算很全面 所以叫业微 意思是功力不够 而且家长年纪是这么小 所以就不蒙比喻 即是没有这个考试的资格 不能够参与考试 常常说你这么喜欢出家 那你出家意何所为 意即是你的心 究竟为了什么目的 所为 这个应该读所为 就是你为了什么目的而出家 即是你的心意究竟为了什么 原装就是回答这句 意欲意欲就是他的内心 软兆如来近江为法 这个兆就是继承的意思 继承如来的家业 如果继承如来的家业 如来的家业是什么 就像后代要担给祖先的家业 如来的家业 大家有没有印象 知道是什么叫如来家业 云法 云法 对了差不多了 除了云法之外 云法的目的是做什么 道众生 对了 文法道众生 是如来这个 如来家族的事业 家业 即是自己家族的事业 现在这个家不是自己个人的家族 而是如来 即是大乘 大乘佛教 这种如来家 凡是属于大乘佛教的人 都叫做入如来家 不过真的比较准确是 你一定不会退出这个如来家 就是你见到之后 你就叫做如来的家属之一 那些大乘菩萨 见到之后 叫做正式是如来家族的一份子 你未见到之前 你就算是发了大乘心 都分分钟退 所以他未完全确定 你是如来家族的一份子 见到之后就行了 所以你何时知道自己是入如来家呢 你就见到之后你会肯定 当然你之前要发大乘心 那就要继承如来的家业 即是担起如来 魂法度身 度化众生的事业 是令众生得到智慧得到解脱的 另外就是近光为法 为法就是佛陀 遗留给我们世世人的那种种的教法 光就是光大 法阳光大 如来的为法 是否智气很大 口气都很大 是吧 远近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用远 有些是用近呢 长远的目标 就是肖族如来的家业 担起如来的家业 近呢 近就讲这一世 短期的目标 就希望这一世都能够 法阳光大这个佛教的违法 那是不是他答得很好呢 第一 答到他出家的最重要的目的 出家最终不是逃避自己 世俗上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不是为了避世 而是要担起这种家业 有这种使命 而且他知道哪些是长期的目标 哪些是短期目标 是不是很清楚 十多岁就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而且他讲了一个这么大的指向 说这个郑善果 心家其智 即家许 很赞叹 这么小 有一个这么大的指向 就是指向不凡 再加上延期气茅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知识相貌 是非常之好 所以他看到这个人 听到他的这样的指向 又看到他的相貌 是与众不同 所以突而取之 突的意思就是破格 就给他出家 他不用考试 这个就是批准他出家 但这个批准 是不是不经过一般的程序 考试程序出家 所以我们叫破格取六 他可以作为出家 真人的一分子 他正式出家 在这个时候 十三岁出家 他既然要破格 去取六 这个小孩 他就要交代 他什么原因 这样去做 所以他跟官僚说 他说 种业异成 风骨难得 种业就是熟读经典 对经典的知识很熟 这些其实都不难 十年八载都可以 你努力一点 但是风骨不同 风骨是天生的 天生有这样的气度 有这样的质素 是万宗无一的 既然遇到这些 那么难得的人才 你不破格去收 纷纷遗失了这个人才 所以若道此子 现在道去出家 将来必为式门的伟气 式门就是佛家 佛家个个都出家之后 就是姓式 式门伟气是伟大的人才 叫伟气 气就是容纳很多东西 他不是一种很小的 容纳很少东西的 一个人物 而是将来 容纳很多很多 容纳大法的 一个所谓很大的根气 他说不过恐怕 果与诸公 果就是他自称 就是善果 他说你们各位 不见其 长煮云霄 灑烟 灑烟 金露矣 长煞云霄 即是在云霄飞舞的时候 贬熟 他那个明星已经成就了 他已经显达天下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 即是已经出名了 成命的时候 到他成命的时候 以及去灑烟金露 金露就是佛法 佛法就是不死法 解脱法 骗撒金露 骗撒金露就是表示说法 因为是什么 表示一个什么法语 好像天下的大雨 现在这个说法一样 同一个这样的成质 不过恐怕到他成命 以及到他能够 灑烟金露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见不到了 但这个人虽然知道 自己未必会见得到 自己一年纪大了 这个这么小 到他成财的时候 他可能都已经不肯人间了 但实际上又有这个感叹 不过明家不可失 这个 第一他是名门世代 第二就是这个 这么出色的人物 是难得一遇 所以既然有这样的机缘 就应该要提拔他 今以观之 即是后来再看原装的事迹 现在再看回郑宗的事迹 现在再看回郑宗国 郑卿这个官员所说的 唯不虚也 即是他真是有独到的 知仁知名 这个很难得 亦都是原装法是一个 很好的殊姓的恩怨 是吗 又巧去碰到这个人 这个人能够看到 懂得 能够辨别人才 如果见到其他官员去 可能都不能出家 一样 而且他早些能够出家 对造就原装后来 这么早可以成财 就是早几年出家 跟持几年出家差很远 尤其是如果他有能力 读经典 做得多少得多少 是对自己的训练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出家之后的训练 和你未出家训练是不同的 所以他自己一方圆 自己有福德恩怨 第二也是他有这个善怨 有一个真相怨 很好的真相怨 做就他可以早些出家 记得出家 就与兴同子 一起修学 就在东都的律政兔子 当时有一个叫警法师 就讲《涅槟经》 《涅槟经》原装法师听了之后 执卷福英 睡忘寵食 执卷 就是说 忠语得很紧要 很喜欢《涅槟经》的道理 《涅槟经》就是说 很佩服里面所讲的意义 而且他勤力的程度去到哪里 寻食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学习这些经验 废寻忘餐那种状况 现在我们通常来的废寻忘餐 就是一天打机 一天看剧集 或者是看小说 之类 但是他那时候看经典 看经典而去到废寻忘餐很少 因为大家知道 经典的娱乐性不是那么高 所以 他有他那么小 又那么喜欢 就是非常少有 一身屈以去学习 《涅槟经》 《涅槟经》很深的 《涅槟经》很难读 所以没有什么人教的 《涅槟经》 好了 又学研发师 研发师教涉大成论 我们之前介绍过 唯识中一本很重要的经典 他到《涅槟经》更加喜欢 《爱好与剧》 剧即是更加 更加喜爱 相对《涅槟经》来说 对《涅槟经》里面所讲的道理 因为很有系统 还有那些是一个 一般佛经讲的道理 很少讲到那么深 因为讲到阿赖耶色 三智性这些很深的道理 虽然那么深 但他很喜欢 一般人听这些 已经听到睡觉 他又不是的 他一听很喜欢 然后一文章尽 听一次 就已经基本上 他里面讲的道理 他大致上已经掌握到了 即是说他那个领悟力多高 理解力很高 再濫之后再读多一次 佛无所为 完全明白 完全掌握 所以其他大众 《涅槟经》 就是对他这种 学习的态度 他这个理解的能力 是不是很特殊 所以他很惊讶 然后试探一下 他的程度有多高 就叫他声助复述 复讲 听完之后 重头说一次 他说到什么 亦阳否唱 被尽私中 亦阳顿错 说到哪些重点 就强调一点 诸如此类 否释很明确 明唱 明唱表示什么 他很明白 很通戒 如果你不明白 不通戒 一定会说到很流畅 很流畅 表示他内心一定很明白 那种否释的能力 和水准 水平 好像一个大师级的人 讲经说法 那样 所以由于他的表现 美文方声 从知法矣 即是他的名气 这个说是好的名声 有些人声名远播 但是什么 臭名远播又不同 他不是 美名方声 从知法矣 但当时是十三岁 十三岁 当时只有十三岁 你们十三岁 经常做鸡鸡鸡 挂着玩 还是什么 十三岁 都讲经说法 讲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这些令人很阴碳 对吗 接着 这个已经是很突出的表现了 接着随时失愈 随时就是随代 这个王朝 就开始丧失他 统治天下的优势 天下沸腾 就是天下大乱 是一个兵方马乱的时代 法师衰居同幼 当时只有十多岁 他这么年轻 但他情不达 变通 他能够对当时的小局 时局 他了解得很通透 而且他是一个 有变通的人 适应时机 适应小局的人 他不会是一个 固质不变的人 所以他很小时 已经很有见识 然后就跟他的哥哥说 他说此需父母之一 虽然是父母 我们的祖先 居住的地方 即是指洛阳那里 但桑乱若枝 岂可守移死也 即是那时很乱 天下的政局很乱 还有地方的治安很差 在洛阳那时 据说是很多导察 因为那些人没得吃 还有很多难民 所以洛阳那一带是很乱的 治安很差的 他说虽然是出生的地方 祖居的地方 但既然现在那个时势 去到那么差的时候 怎样可以死守在这儿呢 即是不走 就这样在那儿 等死 那就不行了 我们应该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说现在知道是唐主 唐主应该是指唐高祖李渊 就是区晋阳之众 那时晋阳的兵马 就率领这个兵马 这个兵马就是指山西省太原园 那里那些大军 就已经占据了长安 后来长安是成为唐朝的首都 天下依归余式父母 天下民众很多 很多甚至乎一些 已经是统治某些地方的人 都归顺去 好像投靠父母那样 他说愿与兴投资 投资就是去长安 那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 很有主権的人 他是出谋献策的 他是小时候去哥哥 他看到一些事局是这样的 他劝哥哥应该要走 兴从之 所以即共俱来 一起来长安 去长安住这个庄严寺 当时是什么大约 已经是没有元年了 即是唐朝开国 没有初年了 那时是唐高祖 还未是唐太宗 好了 六一八年 法师是十七岁 即是四年之后 四年之后 他就去长安 这一转 高真传说 他除了他哥哥去长安之外 还有一个妒忌 妒忌是说皮达很厉害的人 皮达姆很厉害的人 即是不止跟他哥哥去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法师一起去 好了 事时 即是那个时候 国基草创 唐代王朝 是开国没多久 刚刚创立这个新的政权 所以兵甲尚兴 还需要打仗 天下未大定 还未统一天下 所以还有战乱 所以孙吾之术 是思维急務 当时当务之急 就是要讲军事方面 策略等等 孙吾是指什么呢 春秋时代孙武 和战国时后的吴喜 这两个都精通兵法 所以孙吾是通常是并清的 当讲孙吾的时候 就表示什么 军事方面的知识 当时是有这个需要 天下未平定 至于孔悉之道 有所未皇 孔悉就是孔子 释迦这些道术 这些学民 就没有时间去兼顾 首先想马上得天下 其他那些教化方面的事 就没有时间去做 朝廷没有时间去这样搞 所以那个京城 即是长安城 没有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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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没有人讲京说法 所以法师心以怯言 即是很怠叹 这么远来到长安 但学不到 不能够听到很多佛法 虽然那里 但那里安全 首都的地方比较安全 相对之前的洛阳 但是法师又再跟他哥哥说 此无法事 此地 即是这个长安 并没有这些 讲京说法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在这里虚道时日 他又有他的见解 之前就因为 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安全 就要去长安 但他是不是只是求一种安定的生活 不是的 他去长安的目的就是 以为这里安定一些 可以学法 但来到这里学不到法的时候 这里虽然是平静的 但都能不能够令到他就这样 就在这里逗留 他说我们不如去这个属地授业 属地即是四川 四川去学授业之后去学习 即是说他不只是以安危去思考 去考虑 而是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 有没有得学佛法 可不可以继续去这个学业 是不是很有主见 还有看到他的志愿很坚固 就是这个一心一意是为了这样 他哥哥又听从他的见解 于是他们两个就经过这个子午谷 这个子午谷大概是长安院的西南面 因为向四川那边 是关中通向汉中的一条谷道 所以叫做子午谷 谷很长的 六百多里这么长 有南的出口 有北的出口 北出口叫做子 南出口叫做午 所以叫做子午谷 接着就入汉村 汉村就是现在陕西散的一个园 南正园 遇到另外两个法师 一个空法师 一个警法师 都是道场的大德 一个天下不是很稳定的时刻 还见到一些同道中人很开心 相见悲喜 亭月如日 即是个多月左右 就从之受学 即是原装法师 跟这些法师再学 他乃商与进向成都 成都就是四川的西北部 成村的时候 那个情况 就是诸得记睡 睡就是大家混习 大见发言 发言就是讲经说法的场所 在四川去过地形 就是因为有很高的山 作为一个 好像一个天然的关卡 所以 退可守 进可攻 而且入面 去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叫天府之国 那些物质之愿很好 相对来说 比起当时的其他区域 是比较安静 还有生活方面 不是太困难 所以很多出家人 就走了去 当时走了去四川 那一带 变成长安 首都都没有经港 但是四川不是 那些明真大德 但是汇集在那里 汇水在那里 然后大见发言 好了 在这里既然有经厅 于是他就再听 这个基 基就是道基 签就是保签 就讲涉论和皮坛 涉论就是保签讲的 皮坛呢 皮坛就是阿皮达摩 这些是 部派的论状是道基讲的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还有一个叫做振法师 振法师应该是道振法师 就讲这个加尖 加燃 加燃即是加多燃离子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了 八见道论 即是其实法治论的 另一个月半 是有报的一些 基本的观点 那就是说 在四川是学什么呢 学唯识中的经典 但是大成论是讲唯识 但也都讲很多法相 另一方面 《书一切有报》 讲三世实有的观点 但也都是很多法相 所以这两派 这两派全部是佛教 名相非常多 概念很多 意理很深的内容 但袁章法师在这个时候 大了十七岁左右 就已经学这些 这么深的经典 而且这些是近听 近听即是再次听 不是初听 而且他之前 不是说他已经复广过 曾经讲过 之后他再深密些 可以读这些经典 敬息串音 临精无台 串音即是那些时间 非常珍惜那些时光 还有很勤力 一点蟹台都没有 就是很珍惜时间 很好运用时间 还有很精勤地学习 所以大约二三年间 两三年内 航通珠寶 通达佛经的各种类型 各种的部类 譬如阿含部 波野部 花言部 法花部 等等 淨土部等等 很多佛经的各种类型 都读了 一般学佛法 很难读到那么多部 所以如果读四年的佛学课程 基本上那么多部 都应该会涉猎到 如果你只是说 我是兴趣 我只是喜欢波野 我只是读波野 其他不读 你是不是通构珠寶 但你就算我不喜欢 不是太有兴趣 但为了要了解 这个 这一类型的经典 都学 四年制就是要逼你 你不喜欢 都要学一下 都要涉猎一下 不可以无知 对各个部类无知 但如果你自己选科读 是不是都通常 根据你自己 喜欢哪些是读什么 或者你听过 有这些经的名字 你就去读 你就可能不清楚 各个经是什么 所以全面学 不是全面学 是不同的 有系统学 有同 没有系统学 不同的 但两三年 通构珠寶 即是他已经有 全面的佛学知识 各各方面都知道 但我们 构通珠寶的人 都一定要有一门深入 即是你不可能 各样都懂 十八般武艺都懂 但没有章离 又不行 所以有两章要离 也有一些 你自己专门的 熟习的 那方面的知识 所以你读读一下 你全面知道 大概知道 每一步是怎么样 你就要因应 你自己的兴趣 你觉得这方面 你有多少心得 你就在那方面 一门深入 才能够做一个专才 就不是说 各方面都识识就可以 各方面识识 你讲不到经 你有尊才才可以讲到经 好了 当时天下击乱 即天下不单止是兵方马乱 还有既然是兵方马乱 当然很难有 有各种很平稳的状况之外 有农作业的生产 所以是一个饥荒的年代 但是为属中风静 四川那一带 就是一来丰收 二来很平静 所以这是一个环境 当时的环境 好像天堂 当时来说 所以四方尊重 投资者重 他出家人 出家人更加难捂食 所以朝廷也供给不了他 那时候 就算之前有道争的制度 所以他们唯有走去这个四川 所以赶座之下 就常数百人 经常很多人听 几百人听 但是法师 凡是传记 讲那些什么师 或者法师 就是指他现在在讲哪个 譬如现在讲原装法师传 这个师通常是讲法师 讲这个原装法师 就是专称的 法师理智云才 他的财学这么讲博 智慧这么高 所以佳出其右 佳出应该可能流差一个字 就是没有人超越过去 就无出其右 古代很多典籍 有时会抄写错 不奇的 因为以前 第一没有那么多字典 电脑给你查的那些资料 通常是靠记忆 有时抄的时候又会抄错 抄少了那些字 但是佳出其右不通 所以无出其右才通 吴淑草 无不知民 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理智云彩 很超越的 很不凡的一个出家人 吴大概现在是江苏省那一大 淑草是四川 荊是湖北 草是湖南那一大 即是在那么大范围的地方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知道 有这个法师的名字 即是他成名很早 他那时都未够二十岁 已经成名了 这么广大的区域的人 都听过他的名字 其想望风辉 亦由古人之音 李国耳 想望风辉 即是他这个 他这个明星那么好 通常的人 传播去学识 去人家修养 所以很多人对他很仰望 很想认识这个人 而对他那个欣敬的程度 就好像古代的人 欣敬这两个人 李国是两个人 一个是郭泰 另一个是李英 郭泰我们之前介绍过 介绍他是什么 因为原装法师的父亲 他爸爸 那些人不是说 他是好像什么 郭友道 郭友道就是这个郭泰 就是他无论在身形方面 他的学问 他的外表 和他的性情 很淡薄的一个人 是富贵如浮云的一个人 他父亲就是这种型格的人 所以郭泰就表示这个父亲 李英呢 李英是另一个人 李英和郭泰齐名的 就是说郭泰在洛阳 游历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李英 他那时已经是 河南的一个官员 这个李英见到郭泰 亦见到他的相貌堂堂 他的学问非常 非常地阴敬他 所以两个成为一个好朋友 当时他们两个都名众洛阳 那时有些泰学生 推选他为学界的领袖 所以成为他们那些 学子的佳慕 就是这个是 学养人格的一个标准 佳慕是一个标准 天下 以他作为标准 后来 他要回乡 回乡的时候 很多人送他们走 衣贯诸如 很多人去送 送到什么程度呢 几千架车 人就更加多了 所以临终 但是这么多人之中 郭临终 就是郭泰和李英 两个就是同舟共济 坐在一起一只船 同舟共济出自这个 两个人在船上 其他人在岸上看他们 看他们 就好像他们的风度 和不凡的气质 好像神仙 两个神仙 两个在船上 很多人看 所以用郭泰和李英 就表示这些好像神仙的人物 脱俗非凡的人物 现在那些人 对原装法师 仰慕的程度 就好像那些人仰望这个 李国和同舟共济的时候 好像偏偏若仙那种的状况 那种他们的风度 瀟灑 好像神仙的人物 那样 那时候原装法师已经很出名 好了 法师兄 法师兄 即是那个什么 他的二哥 就因为住在成都的空位子 现在就描述他的二哥 原装法师是爸爸 爸爸就是这样的人物 他哥哥究竟是怎样呢 有一个描述 风神尽朗 体壮灰结 有类于父 即是他的体型 体型很高大 很英俊 风采非凡 那个大约好像他爸爸 即是有父亲的遗传 有他的遗风 而且耗内外学 内学就是讲佛经 外学就是讲佛经以外的其他哲学中派 即是内学又喜欢 外学都喜欢 凡讲涅槃经 即经常讲涅槃经 涉败成论 因为在东都洛阳的时候 他们经常都读这些 还有阿皮塔 都精通的 这些是内学 属于佛教以内 佛教以外 兼通书传 书传应该是瑜伽方面的经典 比如尚书 或者逆传 这些 四书五经 这些 不单止瑜伽精通 还有就是尤善老庄 道家哲学都很熟 尤善就是更加对老子庄子 这些典籍很有深入的体会 更加擅长 既然这个内外都这么好学问 又那个风神进朗 是不是 所以熟人所慕 就是四川的人很仰慕 他 当时一个总管的赞公 特所欣众 对他的哥哥非常之欣敬 还有就是很看宠 这些在内在的学问方面 至于足词谈吐 谈吐很风雅很优雅 不是说粗俗的说话 稳直风流 他的外貌流露出一种 很有文采 风流剔堂那种状况 而且他折物有凡 无愧于帝 相对于原装法师 他的弟弟 折物 这个物就是说代人 代人折物 这个物不是说物件 是说人 折引那些人 还有有道那些普通凡夫 普通那些凡俗的人 那种内心 还有那种善巧方面 他代人折物的态度 不差过他的大地 即是说他相貌又好 又有学问 而且对人非常温和 很好 很善于有道 他所接触的人物 其实都跟原装法师 不是差很远 看来 这个是说他哥哥的情况 即是两兄弟很相似 另外 就是若其亭亭独秀 亭亭独秀 亭亭独秀就是 完全一些凡尘俗气都没有 一些俗气都没有 所以亭亭独秀 不责哀塵 还有就是由百军 穷原理 这个就是说一个很远的地方 百方很极远的地方 指的是什么呢 他将来是远游去到什么 去到很远的地方 例如印度 和在探究原理 穷究原理方面 那些深奥的理论 这个就不是哥哥和他相比 是哥哥没有去印度 没有去那么远的地方 没有去学问渊博的程度 那么广大 而将志气方面 是各阔宇宙以为志 他的志向 好像宇宙无必无限那样 很广大的志愿 继生达而为心 即是要继承 这个 聖者 他们的达理 和道众的那种心愿 这个他心愿很大 志向很高 这个又超越过他哥哥的方面 还有 康镇頓江包床殊族 康镇頓江就是佛教衰落的时候 他能够将其 令到这个褚光 能够再发扬 振兴这个褚光 还有很多不同的风俗族人情 他能够是包容的 有很多人是不能够适应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各方面的习族 但原装法师游历很多国家 各方面的风土人情 他都能够 他的心胸很阔 可以什么 不同习族的东西 他都能够接受 有些人会很排斥 他又不是 这个说到他的气量 气量不同 即是他能够很适应 不同的风俗习惯 所以他才可以去到那么远 如果他适应不到 他不可以走到那么远 涉风波而易微眷 对曼城而折愈高 涉风波即是 如果遇到有任何变故 有什么突发的事件 会有阻励的时候 他的心意不会因为这样 就会退缩 他还要奋勇向前 以及将这些问题去消解 不是一个畏惧种种磨难的人 越是有磨难的时候 他的意志是越坚定 这些人是经得起考验的 对曼城 曼城即是对天子国军 在沿途 见到很多天子国军 有些是可能恭敬他 有些人可能威逼他 甚至乎回到中国 唐元宗都要逼他还族 都是遇到这些情况 他如何面对 对曼城而折愈高 有些人见到 人家畏高权重 就会自卑 会让步 他不是的 他遇到这些权势很高的人 越是威逼他 他的哲气就更加突显出来 并没有卑躬屈室 这个就是说他的哲气方面 志向气节方面 这些人由这里开始到这里 就故卿所不能递 卿即是说他的哥哥 不想法师这些 但前面他哥哥所有的东西 其实原装法师都有 他的样子又是像他爸爸的 又是高大很漂亮的 又是很有学问 接物代人也很好 但在后面这些 他哥哥就不能够去 这样看法 这些文字难不难看 难的 难理解的 他里面的心意是怎么 要慢慢看的 所以这些你要静心看 慢慢看 不要急 我会看到他的意思 他说 然坤继贵二人 坤继即是兄弟二人 二叶清规 方升雅质 他们的道业很好 他们有很好的行为 声望和气质非常之好 雅质 明升 又是美名远博 所以两个人都是这样的 两个人都有这种的优点 所以他是衰卢山兄弟 卢山兄弟就是说 用一个古代 在一个佛家里面 有两个出家的兄弟 就是卢山慧丸 和去过弟弟慧池 卢山慧丸都出名了 正土宗 中国正土宗的初祖 提倡念佛的 这个慧丸最出名了 但他的弟弟就是慧池 和他一样 都是很受人尊重的 所以那些人就用这两个兄弟 来比美这个 原装法师两个兄弟 虽然就算以劳家兄弟 和他们相比 无得家然 都比不上的 可以这样 这些是一些赞美的文字 亦都表示出 和他那个兄长的不同 到原装法师年满二十岁的时候 转和撞就说他二十一岁 有些说他二十 有些说他二十 那时大概是无得五年 无得五年是六二二年的 那时他已经成人了 二十岁成人了 成人就不是一个沙眉了 出家 如果那些未够二十岁 我们叫一般是沙眉 如果已经是成人 长大成人 就可以成为正式的真人 就叫做比丘 就在成都受巨竹界 受巨 就是受这个巨竹界 是那些比丘、比丘尼 所受的界律 巨竹界 它不是我们普通居士 普通居士不是五界 只是受 沙眉就受十界 但是如果是巨竹界 男性就叫做比丘 这个比丘 就是大约会受二百五十几条界 比丘尼要受更多 女性的问题多些 还要受多些界 三百几条界 所以他们出家人 守的规律很多 就是很多生活的细节 他们要留意 所以他们行住在我 他们的威仪和普通不同 因为他们日常就是受这些 这样的界条 去规范着他们的行为 现在正式成为一个 成年的出家人 坐下的时候 什么叫坐下呢 坐下的时候就是学界律 坐下就是 其实这是印度出家的 一些传统的习惯 因为印度他们的雨季 夏季经常下雨 大约下三个月那么长 一落落很大 在这个时候 他们出家人 如果去黑食 周围黑食 很不方便 所以在这三个月的时候 通常佛陀制定这个制度 就是叫做叠下安居 就是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雨季的时候 不适宜周围去 所以就是出家人不要外出 大家聚集在一起努力修行 然后他们安居的起始日 大概是4月16日 或者中国通常是5月中开始 然后7月15日 就是终结那天 这个最后的 开始那天和终结那天 就圆满了这个结下安居 最后那天 通常叫做自知日 自己的忏悔 可以尽量将自己的问题 坦诚地说出来 这个叫做坐下 坐下的时候 一般通常坐下 那时候很好去反省 很好去学那些戒律 收集禅定等等 所以原装法师出家之后 坐下那个时间 他就学戒律 戒律就有五篇七序 戒律很多方面要学 有五篇有六序有七序 这些分类 这些是戒律入面的分类 如果是出家的人 他们是要学这些 各方面的戒律 和种种的分类 涉及些什么 凡界的问题 凡界忏悔的问题 忏悔又有些什么规则 有什么程式要做等等 他在那里学的 我们一般叫这些 五篇七序 戒律方面要了解的东西 他在那个时候就学了 他学的时候 五篇七序之中 就是中要的地方 他一片私德 看一次就全部掌握 或者这个人过目不忘 和领悟掌握能力很高 他通常看一次就认识了 他通常 好了 后来就去荆州 中间点几点的那些 即是表示我有些东西删了 好了 去到荆州的时候 中间都是些什么 去哪个地方 我不再说那么多了 我觉得重要的这些 要说一说 好了 荆州的时候 荆州是湖北省 江陵园 去天王寺 那里的渡族 渡族即是出家人 渡是出家人 族是世族的人 乘风施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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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对于原庄法师的声望 已经狗仰大名 既族内耳 现在他们养慕的人 现在亲自来到这个地方 于是他们个个都很想跟他学 所以咸请呼吸 请原庄法师说法 于是法师就为他们说 涉大成论 皮壇这些 即是他专长那些 他就说这些 至夏及冬 各得三片 即是由夏天 一直到冬天 大约可能是九个月左右 就说了三片 即是涉大成论说三片 皮壇又说三片 通常如果你熟的经典 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说 最好说几片好些 第一片 就适应一下你怎么说 第二片会深密些 因为你说过了 第三片就再多些心得 会越来越 渗透那方面的经典的义理 那时 汉阳王 汉阳王这个李环 是唐代的宗室 他成德二亲 这个人都是品性很好 还有一个对民众很亲和的人 作震于皮 他是在那里管治四川的康若王 文法师志到了 很开心 即是公身礼意 这个不要读蝶 不是蝶尽所能的蝶 是蝶 蝶是见的意思 言字边 很多人喜欢读蝶 可能看错了以为等于蝶 不是的 这个虽然是皇室中人 但是他亲自来礼见原装法师 即是他受到民众的欢迎 宗室的欢迎等等 然后罢港之后 即是港元之后 又再向北走 就周围都是找那些有名的大德 宣求先德 之前已经有名的大德 于是去到上州 上州是去河南那边 河南省 上州很出名的 上州在中国的佛教宗派里面 其中的地论宗 不是有通过上州分南北两派的 上州南道 上州北道 好了 就造访这个邮法师 拜访的邮法师 质难疑问疑 就是对他有疑话的地方 对这些大德 他就去问他很多佛法的道理 然后再去赵州 赵州是河北省的赵縣 就议这个深法师 即见这个深法师 就学这个诚实论 我们之前说过 诚实论就是经报的大作 经报一个很大的经卷 大小城佛教之间 这个 又是很多方面的法相 这个诚实论 是一般知学来的 全部很多名词 还有分类很清楚 逐个逐论题去排列的 很有系统 去了解佛法的各方面 明相的道理 法师也是以他的聪明才智 是一片而尽其子 听一次 已经能够窮尽 或者是 已经是透切他的宗旨 经目而记于心 过目 经目即是过目 看过这些 了解过 就能够记得很清楚 记得清楚 在佛教 学经教来说 记忆力强 是有优势的 值得很多的 一看就记得 和你看很多次 看完就不记得 学的进度会慢很多 所以记忆力很强 所以记忆力是很重要的 很多历代的大德 记忆力都相当高的 而且这些是读完一片有一片的 很多 或者讲完一片有一片 所以到老的时候 通常开始记忆力衰退 他们这些老法师 都不会忘记 好像我以前的老师 罗慈恬老师 他大约七八十岁 他仍然很多经论 这些信口都可以说到 刚刚去世纪 这些这些字典 这些字典 这些字典 都可以说到 斯兰卡的老法师也是 他的南传那些经典记得多熟 好像一个经典的电脑 在他那个心里面 随时就说出来 所以他的记忆力非常高 通常这些人都是 原装法师也是这一类人 过目不忘 他说宿学其年 宿学就是学了很久 年纪很大 表示他的经学很高 都不能出资 不能出资就是不能超越原装法师 他那时那么年轻 但是这些学了几十年 那些都不能及得去 所以不能出资 至于勾心致远 开眉法服 勾心致远就是我们学问 功夫就需要 阅读就要专精 对那些深奥的地方 我们要探索 就叫勾 勾心 勾心就是然后再将 他的义理一路就是铺张 一路扩大他里面 那个义理的内涵 他很深的东西 很远大的东西 你都能够慢慢慢慢去掌握 这个就是学问的功夫 勾心致远 所以如果将来 如果大家要写什么 碩士论文 博士论文 就要勾心致远 因为你那篇是普通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些发言 一些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要看到 你要有贡献 将去一般人看不到的 深处的地方 重要的地方 你能够展示出来 那就勾心致远 开眉法服 很微小很微隐的地方 一般看不到的 看不通的 你要开展出来 隐伏的那些心意 你能够发挖出来 这个就是勾心致远 开眉法服 这些就是学问的功夫 这些要有方法 一来要学有个方法 另外要很有耐性 一路读完一片又一片 有时第一次你看不到 多看几次你会看得到 而又要在这方面 加强你那些理解的 各方面的条件 众所不至 其他人及不上去 即是这些 忧心致远 开眉法服的地方 其他 及不到这个 原装法施 独悟于忧傲者 顾非一意 对于那些忧心 奥妙的地方 他往往能够 是能够自己领悟的 不是人家教的 自己能够 看通看透 还有他不只是看一个层面的意思 一个角度的意思 各方各面 他会看通他的意义 佛教的智慧 不是就这样一个层面的智慧 当你通过你很多经典的训练之后 通过你在禅定里面很多的观察 以及日常做人看很多东西 你就会各方各面 同一个意义的一种经文的意思 你在经过这些分图之后 你就会看东西是不同的 另一个层次看东西 再另一个层次看东西 还有各方各面 你都会全面去看 那个智慧就是什么 所谓片满的智慧 完整的智慧 如果你只是单一的角度去看东西 是很窄的这个智慧 所以佛教讲的什么皮拨舍 就是这些了 各方各面要观察 所以你同一个道理 通过你这些 就不是单一的了 譬如四低道理 初学也是学四低 中级班也是学四低 到你很多经论也是学四低 其实都是四低 但你大学的层级的四低 跟你初学的层级是不同的 你研究院所了解的四低是不同的 所以你都是同一个名词一样 但它涉及的内容 涉及的范围 是当你一个层级 当你提升的时候 你看的意思就不同 所以原装法师有这么多方面的训练 所以他看的东西就不是单一 所以往往能够 人家看不到的奥尔 他就可以明白 这是先天的和后天方面 两方面的知识一齐 所以他有这个殊性的表现 但这里也要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学习就要这样 慢慢慢慢 当然初步不可以这么快去到这样 但你要知道 将来你一路学下去 就是要慢慢慢慢 达到这样的程度 那你可能会说 那我今世搞不搞得到 这样的 不要紧要的 从学习来说 眼光不只是看今世 当然今世很重要 因为现在你能够掌握的 恩怨是在这一世 那你做好这一世的恩怨 那你下一世会再延续 到你下一世的时候 你学这些东西很快 因为如果你之前 已经学得很好 你下一世再接触这些东西 你第一会到感觉很强 第二你一看就好像很容易明白 别人听很多次都听不明白 但你可能一看就已经明白 这些可能不是你过一世 累积的功德 所以这些不要紧要 就是说你今世的机缘 有多长的寿命 就随信自然 没什么问题 但打压着你今世的恩怨 那你下一世就会再进步再好 再下一世就会再进步再好 那原装法师这些 应该是多世恩怨来的 照计 他说当时 他在长安 长安就有这个常变 两个大德 这个大德 高真传就说 他是法常、法真变 两个大德 那当时应该很有名的 解构二成 就是去通达研究 二成就是大小成 大成小成 恒窮三学 三学就是界定位三学 界律禅定 智慧的训练 都能够尽量学好这三方面 这是我们的道德实践 道德智慧 和我们的精神集中的实践 所以成为 上经法像和知数所归 上经即是当时的长安 是首都来的 当时很多学佛法的 已经有相当成就 和知数 知数就是说出家人 穿知衣 黑色的葡衣 在家人多数穿白色的衣衫 所以知数代表着什么呢 出家在家 那些很有学问的真人 和道俗两方面都归向这个 都敬仰这个法常真变 这两个人道振神舟 声池海外 即是说他的名声很高 他的道德修养 他的名声 神舟即是中国 甚至是中国以外 海外即是中国以外的地域 都有听闻这两位法师的一些资料 呼吸之内 从之云 呼吸这个吸就是一些书箱 表示求学的人 求学的人 学到的人 背着书 即是现在的书包 以前叫书箱 就是求学的人 从之云 好像很多 好像云那麽多 跟着这两位法师 好 虽含中仲经 含中仲经 即是仲经都能够精通 不过 偏讲涉大成论 偏讲就是 特别喜欢讲涉大成论 可见当时是否很流行涉大成论 涉大成论是一个中派的 这个经典一液到我们中国 由于这麽重要的经典 所以很多人学 由于很多人学 所以成立了中派 涉大成论是这样 实地经论也是这样 驱舍论也是这样 所以当时有地论中 涉论中 驱舍中 等等 但后来去到唐代 为何这些中派没有了 因为唯识中成立了 远庄法师 成立的唯识中 就包括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已经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机缘 但唯识中 唐代唯识中成立之前 是有这些中派的 所以有些人 特别蕴酿这个涉大成论 他们是属于涉论中的祖师 偏讲涉大成论 法常就讲涉大成论 真辨这个大德就讲驱舍论 即是当时他们是很有名的 涉论 驱舍论的那些中师 这些是一代中师 法师既曾有功无熟 现在这个法师又指哪个呢 现在是原尊法师 所以大家读那些什么诗的时候 留意他讲的是哪个 现在是回到原尊法师 原尊法师既曾有功无熟 有功 即是他曾经在这些地方 江苏、四川这些地方 曾经已经读过这些什么 涉大成论区蛇论 已经很熟 所以叫做陈有功 即是他已经在这方面 有一个深厚的功力 直到长安 去到长安之后 又徐殉彩 殉彩 殉彩即是经常探 周围去找那些高真大德 去请问他们 他说延期有所有心智 即是这些高真大德 当他们去探他们的时候 去请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有种种自己 一些学法的心得的时候 原尊法师都能够 当然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吸收 这两位大德当然会知道 见惯世面 接触过很多学生 一定知道他明白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两位大德就心 这个是痴赞 遮赞 即是觉得很奇怪 第一是很奇怪 第二是很赞赏 就跟原尊法师说 他说 如可谓 色门千里之驱 这个名号 千里驱 即是说那些优质的马 一日千里 可以走那么远的路程 由于这两位法师 赞过原尊法师 所以这个千里骂 千里驱 这个名字 特别是后来 我们说了佛门的千里驱 多数是指原尊法师 因为这里是赞原尊法师 赞他什么呢 为什么叫他千里之驱 一方面 他走那么多路 去千里驱也可以这么说 但现在这里还未去西域 还未去印度 而他赞他 表示他那个学问 进步得很快 一日千里的神速 所以就叫做 色门千里驱 所以很多后来 后人 很多用那些什么 诗诈去赞颂原尊法师 很多时候用这个千里之驱 去赞颂他 但来自哪个 来自这两位大德 首先 他们两个先赞他 其在明为日 在明即是从明为日 今天这个智慧的光辉 就是说佛法的光辉 将这个佛法再去显阳 或者重振这个佛法的光芒的时候 当在乙公 乙公即是在你的身上 将来佛教能够重振去影响力 应该是你会做到这样 就是他们预言 或者预计 这个年轻的法师 将来应该是什么 从明为日的人 他会振兴佛教的人 这些当然有眼光的法师 会看到哪些学生 会有很大的前执 不过又好像又是有感叹 恨不背老柳 恐不见也 就是到他将来 尤其是他 他之后很多年才回来中国 到他将佛教 推向一个高峰的时候 他也都看不到 应该是 他们都知道看不到 多数 不过他们已经是 遇见这个人 将来前途无限 至是学徒改观 学徒就是 当时跟这两位法师 很多人 很多人当然是学的 那些学者 对原装法师 更加有另一番的仰望 因为经过这两位法师 对他的赞叹 原装法师就开始 愉满经济 长安 非常之出名 好了 法师的骗业重施 就避参其说 就是对他们种种的学说 都能够吸收 长考其二 对他们讲的各方面的义理 好好去思考 和好去考证 通过经论去考证 发觉他们各善中途 各善中途就是 大家不同的宗派 各有他们不同的路向 验之圣典 如果将他们的宗旨 再看回佛经 里面所说的 亦隐显有异 有些明显的 有些不是很明显的 总是有些差别 所以他莫知以释从 不是很清楚 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路向 应该要走的路向 发觉在我们中国 当时翻译的经典 出现了这些问题 就是他不能够 他真的可以给到一个很准确的答案给他 究竟他应该是跟哪条路走呢 于是就世由西方 发源 世即是发源 就要去西面 西面就是说这个印度 大概当时应该是26岁 对了 以问所说 即是真是去佛教的法源地 去看回未译回来的经典 以及去请问当代那些有名的佛学大德 希望去解答他心中的疑惑 以及他希望求取这个十七地论 另外他已经听闻印度来的一些真人 有这一本很重要的典籍 他说这个十七地论既然如此广博 应该可以解释仲宜 各方面的疑问应该可以解释 这个十七地论即是现在 现在即是后来原装法师翻译的 瑜伽诗地论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想着要去印度的原因 就是这样 就是他已经学了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究竟哪一条才是真正要走的路呢 他还没有一个很确实的一个答复 他内心给不到这个答案 所以他要去那个什么 印度经典原来佛陀说法的地方 经典出现的地方 他希望在那里找答案 这个是不是一个求真的态度 是吗 虽然他已经很厉害了 预满精诚了 已经 但他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他自己当有疑问 他仍然是希望再寻求他内心的答案 如果他只是满足于这个什么呢 那时已经名气很高了 受到很多人共养尊重了 他可能就是这样过一生而已 但后来他一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他的这样的想法 他说会发现自然 亦一时之时皆能求法 发现自然都是能够去印度 求法的那个高增来的 都是晋朝的时候 是过去的 东晋的时候 这两个曾经去过印度 求了很多经典回来 所以道理群生 由于过去这两个法师的事迹 求法的高增 所以也感召了原装法师 就是以前的人都这样 那我为什么不效法他们呢 他们都能够求法 求法就是求经典 求佛法的那些义理 求了之后还要道理群生 是交道利益其他的众生 就是他不是以一个自己学到就算了 而是要道理群生 他说岂使高职无追 清风绝后 高职这些高尚的事迹 是没有人去追念 没有人去怀念 这种脱俗的那种风气 很好的风气 不要后人就没有了 不要绝后 所以大丈夫会当继织 一个有志向的人 有志气的人 有能力的人 应该继承这种的风向 这种风气 不要让他停了 或者是断绝了 这些大德是否对他有影响 过去的大德曾经 对原装法师 愿意去西方求法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一个动力 于是结旅陈表 聚合佛教的那些道女朋友 佛友 大家一起上表朝廷 就是说出自己的心愿 就是要求法 但是有召不去 朝廷不准 不批准 因为当时只是开国没多久 所以不准那些国民出关 那时有一帮人 本来想着跟原装法师 一起去引渡 现在朝廷不准 那帮全部退了 诸人咸退 咸即是全部 全部都放弃了 但是法师不屈 法师这个坚持自己的意愿 都是决心要去引渡 好了 既方是孤游 他已经知道当时那些人 每个人都退了 是不是将来真的有机会 离开国境 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去 既然只有一个人去的时候 他已经预见了将来的旅程 是非常艰难 所以他了解到 西路谴责奸厌 所以自视其心 自己要测试自己 可不可以承受到这些艰难 所以以人间重苦 种种调伏 堪忍不退 人间重苦 即是说 他现在开始知道 漫长的路途需要 体格方面的训练要很好 开始锻炼自己的身体 另外调伏什么呢 调伏天气变化的不同 譬如知道要经过沙漠 当然是很高温的地方 他要在很热的地方 如何忍受这些很热的情况 很冰冷的地方 很冷的地方 气温很低的时候 他又可不可以省一顺 他自己要做这些测试 然后能够调伏 即是自己应该可以应付到 所以自己自知 有能力 可以在这麽艰难 更多问题的 更多险阻的旅程 将来要确保自己 不要半途而退 他之前是否要做好 很多准备功夫 即是长途的远游 他自己已经很多 做了心理的准备 身体方面 体格方面 他已经做了很多锻炼 是否做事都是有什么 有计划有步骤 你看到他全部的东西 全部都是不会随便去做的 不是就是 慶之所致 不如去西方 不是的 他是做了这些准备 所以他为何做事会成功呢 成功他要知道 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这些因素已经做定了 具备了这些条件 他才不容易 叛徒就会放弃 所以这些大家又要学 怎样做事可以成功 他已经是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然后呢 就入塔啟请 除了自己个人方面 尽量造就条件之外 还有 还要在宗教方面 希望得到保佑 所以入佛塔啟请 啟请在哪里啟请 佛菩萨啟请 祈求佛菩萨加备他 加备的时候要申其致愿 就是说清楚你的意愿 你的志向意愿 就是愿黑众圣明家 这些众圣是那些圣者 就是诸佛菩萨 希望暗中保佑他 加持他 保佑他 使往还无紧 就是往还 来去无阻碍 这些其实都可以学的 大家 如果你有些重要的志向 重要的计划 你知道自己 都可能可以做得到 但你可以加多一个 加多一重保险 就是你自己将你的志向 在佛前 跟佛菩萨讲 通常如果你是魂法方面 多数都可以有加持 所以要加强你的信心 这方面又有什么 宗教上的信心给他 另外自己 在自己方面 就尽量做好条件 但这个 有时候很难说 你做好条件 还有很多外来因素会影响 那些就希望什么 纵性明家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这样 魂法很多的阻碍 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想文化是顺畅一点 或者学法方面顺畅一点 你可以学这一方面 当然你是佛教徒才做 你不是佛教徒 不用理住 如果你佛教徒 你相信佛菩萨会加持你 你可以试下这样做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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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